變成說,那怎麼辦,我乾脆用VPA寫完再倒給POWVI 如果你POWVI還是去秀那個圖,那我想說出紐分析圖也可以秀 那我不如我就直接在以色尾裡面秀就好了,我幹嘛還多一個東西 所以這可能要取捨,當然POWVI有很強大的視覺化工具是沒錯 可是看起來好像,就是說有一些地方可能就是會是它的弱點 因為它裡面真的沒辦法寫程式這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你們也可以稍微聊一下POWVI這個軟體,其實蠻好用的 那其他的話,再來的話有關參考書 我是推薦各位可以再去看一些有關Excel函數的相關書籍 那這個書籍的話,像我先介紹的是,這本書是職場468招 那我這本書我蠻誠言,因為它裡面有468個範例 有點類似我們上課這種範例 然後它就是每一個範例,要用哪些函數去解決這個問題 它會把解決問題的方式幫各位做一個說明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應該是兩個缺點 因為我看完之後,第一個,它用的函數我覺得有些蠻多說的 明明就是可以用個兩個,它一定要用三個、四個、五個 那第二個的話,它裡面沒有VBA,就是它講就講公式 可是有些東西很複雜,你怎麼還用公式來完成 OK,那所以呢,像我即便有參考用它的東西 我也會把它裡面比較複雜的範例,改寫成VBA 所以你會發現,真的複雜的事情用VBA就變簡單了 但是你複雜的事情,用Excel函數來做 你會看到公式藏到一個不行 OK,可不可以執行?可以 所以我歸納出來心得,真的,簡單的事情可以用函數 但是複雜的事情,建議還是用VBA 這個是我得到的一個心得 OK,如果你有別的看法,你可以再跟我講一下 另外,第二個,就是像這裡面它還蠻喜歡用到一個函數常用的叫正列 不知道朋友們有沒有用過正列 Ctrl、Shift、Enter 會加個大瓜軌 那個東西實際上有點類似VBA的迴圈 就是它幫你重複某個範圍 可是那個功能雖然是不錯 但是我倒覺得如果你要真的用正列,你乾脆就寫VBA算了 如果有用過正列的同學應該知道吧 因為你說Ctrl、Sue加Enter,它全部下來 可是問題,它如果中間有個地方出錯 或者你假設有BUG,公式寫錯,你變成你很難去出錯 而且說真的邏輯太複雜了 像我有一些地方真的寫 而且有時候要教學教學生正列的時候 我發現幾乎很多人都已經不行了 太複雜了 所以後來我乾脆把它改寫成VBA之後 學生居然跟我講說 老師你乾脆教我們VBA算了 正列你跳過就好了 我不知道,因為我曾經有一個範例 就是教同學用正列解決問題 但是得到的結果就是不太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後來我用VBA寫了之後 同學說 老師這個地方好像用VBA寫就好了 所以我剛剛有特別提到說 為什麼複雜的事情用VBA 主要原因在這裡 這個各位可以大概思考一下 所以什麼時候用VBA 什麼時候用簡單的公式 這個可能就是自己要有一個拿捏 你不要說那個事情已經很複雜了 結果你還硬是要用很多 很多函數很多公式在那邊硬湊硬弄 最後得到的結果應該是 不如寫個VBA算 可是對各位來說 目前VBA還是一個門檻 不過我覺得 就是有一個方向 我覺得可以設定一個目標 還是把VBA學好 這件對大家應該是有幫助的 只是說怎麼學好 後面其實我有在幾本參考書 比如像這個坊間 上面那本是日本人寫的 我覺得日本人寫VBA書寫的 真的蠻紮實的 但是有時候是太過於紮實 理論講的好透徹 但問題一般人根本不需要懂那些 可是他一定要這樣寫 所以日本人有些堅持 可是要是我寫 我不會寫那麼 反正我能寫越精簡越好 所以哪怕我是參考他們的程式 但是我還是會改成直覺的寫法 而不會用他們習慣的物件寫法 OK 這個怎麼比較 後面能夠遇到 我們再來看 你們可以再比較 因為同樣的程式 我發現 可能我能夠寫的越少 我就盡量不要寫那麼多 那底下這本書是對岸翻譯過來的 它這個書名其實取得還蠻好的 所以我VBA一點都不難 很多人看了就想買 然後後面一進搞定所有報表 那一定買回去 我買回去之後才發現 看了幾頁之後發現 想退貨了 一點都不簡單 一點都不難 OK 而且它裡面是有提供一些程式 但是問題它沒有提供光碟 所以變成說 那怎麼辦 上面的程式你要自己敲 而且它程式很多耶 所以對於有些人來說 會覺得買了這書好像真的看了 但是不知道怎麼操作 OK 不過這本書銷售量 有一段時間也非常好 各位可以拿來當參考 那我的重點是主要擺在 反正我是教你怎麼寫 教你寫出簡單的VBA程式 至少比較不會有挫折感 那我們的步驟基本上就是 會拆分成五大類的函數 加上制定函數 所以我們會按部就班 逐一的來看這些東西 那今天的話 理論上我們會先從第一個單元 文字與資料函數先講起 然後會先講簡單一點 可是之後呢 範例可能會再更進一步 越來越困難 那資料量可能剛開始比較少 那慢慢會增加很大的資料量 甚至我還蠻喜歡用網路上很多的開放資料 就類似像Big Data 這個大數據 那這個大數據是公開的 像政府的開放資料 所以如果你們假如要找一些練習資料 其實不妨你們可以在那個 Google上面吧 你就搜尋那個什麼開放資料之類的 我發現這上面一堆資料 開放資料 那這個開放資料 那這個開放資料 你搜尋 第一個應該就是政府的開放 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這個政府開放平台裡面的話 就有提供大量的跟政府有關的 只要沒有隱私問題的資料 包含什麼 生育、保育、出生、求學等等 那我其實還有 好像大家比較關於投資理財 裡面有股市資料 有金融相關資料 保險等等 這上面都有 那這些資料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拿來做一些練習 比如說像這裡面的話 投資理財有沒有 像這邊還有最新的什麼 田民普發 ATM 這有比較新的 然後一般我習慣會按照那個 上面有個排序對不對 我習慣會按照那個瀏覽次數 因為popular的放前面 所以呢 我會找那個次數 瀏覽次數多的到少的 有沒有 然後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 最多的好像都會找那個 股市相關資料 有沒有 其實你這裡也可以拿來練習 它這邊有一些相關說明 你們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還蠻好的練習來源 那甚至這個後面 還可以再結合那個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可以快速的把那個圖報表 給繪製出來 OK 那還有像一些什麼 銀行等等的 甚至一些外匯資料 像這個 第二頁裡面的那個 每日外匯 參考的匯率 我還蠻喜歡拿這個來練習的 那比如說我想要 這個 快速的匯制 各國匯率的換算 因為你如果直接看數字 你會看得很辛苦 但是如果能夠一鍵按下去 自動幫你把圖畫出來 比如說到底是 兌換的關係是長還是跌的話 可以畫折線圖嗎 那怎麼樣可以快速匯制 那這邊的話有相關資料 不妨各位可以拿來參考 OK 其他的話大概就是這些 那我們大概就是先簡單介紹一下 那後面的話我們就要來開始 來看一下有關 就是第一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第一個 文字裡這樣函數 所以 如果有帶電腦的同學 不妨可以試這個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說 上課 可能還是要帶一個電腦 然後跟著做會 比較 知道說到底我做了什麼 那這邊我們第一個單元裡面 我剛剛講的第一個範例 就是文字裡知道函數 這邊 你們可以先把它打開來 然後試著做做看 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要解決 要把什麼呢 把這個會員資料 手機底下這個號碼 可以把它串接出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當然我這邊有提示 用REPT加上LEAN 可是如果不用REPT加上LEAN 有沒有辦法 有 那可是用哪個函數可以做出來 然後再來 如果我希望把這些做法 再錄製成聚齊的話 怎麼做 然後VBA怎麼做 這個我想我們 也許代表也再來看這個部分 那其他當然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再練習看 比如說像這邊 有一些題目 像後面我還介紹到這樣 151 結取瓜無之串 這個範例的話 大概說一下邏輯好了 比如說這個打開來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期 這個也是回去可以試做看 其實主要是B2到B10 這個已經是答案 上面已經有答案 你把它抵立就掉了 OK 這個其實 邏輯很簡單 如果我工作上有個需求 我希望把A欄裡面的資料 只要有刮虎的部分 都幫我把它複製到B欄裡面去 比如說趙大旁這個沒有刮虎 那就空的 這個有個刮虎 那你就把第三屆冠軍 把它放到B欄 有沒有 那這邊有個手勢參賽 把手勢參賽 放到B欄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 我不會用 比較快一點的方法的話 那你只能用 我相信大會應該點兩下 選起來 Ctrl-C Ctrl-V 但問題 這雖然只有九個資料 有沒有 可是我今天有九百個 九千個 我想你應該就不會想要用 土法鏈鋼的方式 但問題 以這一題來看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快速的把 這個刮虎的資料提取過來 另外如果它裡面沒有刮虎 那如果出現錯誤訊息 那該怎麼樣把錯誤訊息也拿掉 這個我想 等於是第二個題目 你們也可以試做看看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說 像這裡面的話 還有就是 資料裡面可能有中文跟英文 那如果我只要中文 英文的部分不要的話 比如說怎麼區分中文跟英文 甚至怎麼判斷資料 是數字跟非數字 比如說我只要資料裡面是數字的 那非數字的就不要了 那可能數字它不是在固定的位置上面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只拿數字 不拿非數字的 那底下這邊有 還有英文跟非英文 這個類似的 這個練習 那這個都是跟那個 截取資料有一點關係 最後一題這個 有個什麼 字串切割 這個也蠻類似的 它這一題也是同學問的問題 我只是說把這個題目 拿來當成我們上課 的一個練習題 因為剛好就有一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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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同學在摸摸網 在電商平台 然後他每天可能要 爬網路很多資料 那網路很多資料 他要找裡面的超連結 所以他說 老師我每天都要做這件事 但如果很傷腦筋 不會的話 可能每天都要花很多 其實它的邏輯很簡單 它是希望把這個 中瓜湖裡面的這個資料 放到 這題其實跟剛剛那一題蠻像的 只是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它要把中瓜湖這個裡面的資料 放到這邊來 當然它如果不會的話 Ctrl C 然後這邊Ctrl V 貼上 這個也是一樣 這邊點兩下 從這個 他說這個應該叫中瓜湖 頭跟尾 無論它是全形的 一樣把頭尾放到右邊 他剛剛有點像 但是有個地方不一樣 他說 我後來跟他講說 你可以用什麼 Fine加上Mid 可以 但他說有個地方 沒辦法做出來 哪個地方 他說在第六列的地方 有一個 底下還有很多類似的 就是說 它一個出神哥裡面 有不止一個中瓜湖 有可能有兩個 有可能有三個 有可能有四個 那這個就麻煩了 也就是說 它這個資料 是有可能有多個的 那有多個 我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用 以Sale內建的函數 來處理這件事的話 目前來看 應該只能抓一個 如果要抓第二個 是也可以 可是很麻煩 因為Fine可以再往後抓 但是它比較沒有像 辦法像VBA可以往下跑 所以後來我跟他講 像這種比較複雜的事情 可能還是要寫VBA 哪怕還入可以 但是不適合 會寫得很複雜 所以後來我跟他講 這個你本來要寫VBA 而且要配合一個圍圈 就是叫Do-File圍圈 那個Do-File圍圈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讓它繼續往下找 找到沒有為止 就離開這個圍圈 至於答案怎麼樣 如果會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剛剛講過 每一道題 雲端上面 其實都有雲端白板的答案 所以像剛剛這個 你如果要參考的話 你找一下那個題目 那個名稱 名稱叫做 字串切割 所以你就找一下 字串切割的程式 這邊有一個叫字串切割 這個程式 你把它打開 我剛剛那一道題 其實就可以利用 底下這個 用Do-File圍圈來寫 這邊有 就是切割所有的 這個可能用Do-File圈 然後後面再一個loop 不過寫起來其實有點複雜 有些同學可以自己弄看 如果可以弄得出來 那當然最好 如果不行 後面有時間 我們再來做解說 OK 如果有電腦同學,先把範例檔案先下載到你的電腦 也許放桌面吧 並且先開啟第一個練習題 就是手機號碼這個地方 今天,原則上後面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這道題 我們先下課休息十分鐘,待會再來看